接着呢要来邀请来自台南的婉欣的分享 我们来欢迎婉欣 好感恩导师感恩天地感恩育育长 然后感恩惠芬姐的邀约 感恩郁幸主持人今天给我这个分享跟谢天的机会 那婉欣呢是在2017年的10月 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在那一年的12月进入到当时的读书会去做学习 那婉欣在接触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之前呢 在台南的科学园区 是一个就是布斯康集团下 担任一个小小的采购主管这样 那在那几年当中呢 其实自己非常的努力 在这个职场当中集结营营 那希望也是有机会可以出头天 那可是呢在职场上的竞争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那于是呢那时候就有想说 自己真的就是要这样庸庸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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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65岁 所以其实呢在那时候就有想说 是不是有机会在四十几岁之后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规划 那那时候呢碗星的同学就介绍自己一个副业 那于是乎呢就是白天在公司行号上班 然后利用假日跟晚上的时候呢来经营这样的一个副业 那其实呢就是这样子辣毒两头烧哦 那时候呢就这样子 忙忙碌碌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氛围之下呢 其实呢家庭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 那那时候呢自己的公婆就会很不认同 他们就觉得说 媳妇娶亲来啊 你就是好好的相扶教子啊 那每天这样忙的早出晚归啊 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家庭 那又不是先生没有在工作 干嘛那么一心想要赚钱这样 那其实呢那时候自己 就是真的很没有学习过弟子规 很无知无明 就觉得说我这么尽心尽力的为家庭付出 可是却没有办法得到公婆的认同 那也因为公婆常常就是对自己的一些一些心理 导致先生就是也是夹心饼干 然后常常就是说彼此之间弄得很不愉快 那也会在自己的小孩子面前说妈妈的不是 那其实那时候呢 真的就是整个心酸血泪往肚子里面吞 那一直这样子努力了大概五六年之后的 2017年那时候的4月 那我那时候的副业就大概有一些成绩了 然后就想说 那就想要把白天的工作给放掉 那于是乎呢就没有跟自己的先生讨论 就自己要把这个工作给辞掉了 到了那一年的6月的时候呢 先生就发现了 就想说 我怎么都没有跟他讨论 然后就这样子私底下把这个工作给辞掉 他那时候就大发雷停 因为那时候这份工作其实是蛮多人就是蛮呈现的这样 那这么好的工作机会居然都没有跟他讨论 就把他放掉了这样 那于是我们就常常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吵了真的是吵到最后都快要离婚了 那那一年的8月的时候呢 其实婉欣就有发现说 好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 因为呢在这个左胸部的部分啊 就有发现说 哎怎么一天比一天还肿胀 那那时候以为是生理期啊 所以就想说生理期过后 看是不是就会消退 可是呢生理期过后 他并没有消退哦 一天比一天严重 那于是我就是在台南的这个七面医院去就诊 那时候呢医生跟我说 你这个可能要做切片检查 那我那时候对于切片这样的一个字眼 其实也很担心害怕 我就说不然我回去考虑一下 那于是那时候医生他就先开给我抗生素的这个药 让我回去先做一个治疗 那可是吃了一个礼拜之后呢 这个胸部的肿胀 并没有因此而消退 越来越严重 甚至到了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点负水的状态 那其实应该就是属于化膿 只是自己不知道 那那时候呢 我就有发现说我的精神状态一直很不好 常常就是白天 就是说晚上睡到白天很晚才起床 那大概起来一两个小时之后 又开始昏睡 一天醒的时间大概只有三四个小时不到 那也没有什么食欲 然后也常常梦到一些很不好的 很不好的一个情境 那那时候呢 自己就这样一个昏迷状态 我心有一个好朋友 他就跟我说 不行你要赶快转诊 那于是呢 我那时候就转诊到成大医院去 那其实成大医院也不好 不好预约挂号 那那时候真的非常幸运 有机会就是在当天 就是说现场预约挂号的时候 有挂号上 那医生看了自己的状况之后 他就非常的 就是说 笃定的说 那个你必须要当天入院 你这个状态非常的危险紧急 那于是呢 我就进到医院去住院了 那隔天之后呢 医生他就带着一群护士 到我的病床上 要帮我开刀 那我就想说 开刀不是要进入开刀房吗 那为什么是在病床上这样 那医生他就有说 先开开个小刀 看看状态是怎样 那要开刀嘛 那于是他就先帮我打麻醉针 那其实那时候 呃胸部他是肿硬的状态 你麻醉针是不好打的 那为了要开刀就只好硬打 那药效也都还没有开始发酵 那个刀子就划下去了 那时候呢 真的就是体会到什么叫做天刀万挂 那就这样子开完刀之后 接下来的治疗就是每天要换药 看这个血水的状态 那就这样子患者患者 一个礼拜之后 医生发现说并没有好转 那于是呢 他又安排了第二次的小刀 就是再来到我的病床上 把我开 那开了第二次的刀之后 也没有好转 于是呢 开了第二次之后的隔两三天 他又要安排一次来我的病床上 开第三次的刀 那我就后来就跟医生说啊 就是如果我可以进开刀房 一次的一个大刀的青窗解决 那为什么我要挨那么多次的小刀 不见得好转 那医生于是后来被我说服了 就帮我安排了一次大刀 那这个大刀出来之后啊 那医生他就一直找不到原因 然后非常的 就是看我的血水状态 一直恶劣 就是恶化 然后他就找我的先生去讲 就说 我怀疑你的老婆 不是属于一般的急性乳性炎 应该是属于急性乳性癌 那说明只剩下三个月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那我的先生呢 他那时候不敢跟我说 就是说担心我的这个恢复状态 那那时候呢 我的公婆跟我的妈妈非常的担忧 他们就到那个就是公庙里面去求神 希望可以帮我求得可以出院的机会 因为那时候医生已经要把我往化疗的方 化疗还有电疗方面去做治疗了 那真的非常感恩那时候的生命的保佑 于是呢在三个礼拜之内 我就顺利的出院了这样 那出院之后呢 我就在娘家养病 那那时候呢 第一个礼拜是不能乱跑的 我只能在家里好好的患药休息 还有吃抗生素这样 那到了第二个礼拜可以下床去行动了 那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先生说 真的就是蛮无聊的 我想要去买几本书来看 那我的先生他就有说 他公司有一本就是同事送的书 那下班回来之后再拿给我 那可是白天呢 我就迫不及待自己就跑去书局 先买了两三本自己想要看的书 那那时候我记得我买了其中一本书 叫做谁先递出名片 谁先赢 真的是很不要命的 其实自己的健康状态 已经就是没有很明朗 不好 自己还一心想要赚钱 真的是替自己当时冒了一身冷汗 那先生那一天下班回来之后就拿给我 他同事送给他的书 那那本书是绿色封面 然后书名也非常的特别 叫做超级生命密码 于是呢 我就对这本书非常的好奇 那这本书呢 就是台南新颖的这个主持人 陈黛大哥在公司广发的这样 那于是呢 我就从这本书先开始看 那那时候呢 我看了第一 就是前面的这个作者 续文的时候啊 我就其中有一两段话 让我感动的 就是那时候就是一直不停的掉眼泪 就是有写到 我们虽然素媚平生 但我对你的热情绝非一般 如果你能肯尽书中置具 而且用心体会 终究你会感动莫名 倘若这一切的努力与付出 对你有些帮助 是因为爱 愿你珍惜四维序 其实在晚新那五六年来 积极隐移于工作的 这一段期间 晚新是非常缺乏爱的 因为不被家人认同 然后又常常处于这种忍战 然后包括吵架的状态之下 关于这本书 他会写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 这样的一个次据 真的很打动当时的内心 那于是呢 我就这样欲罢不能的一张 接着一张看下去 很快的时间我两天之内就把它看完了 那看完之后呢 我就发现说书中有一些方法 我不知道那个叫做心法 那我看一看也不会觉得很难 于是我就自己挑了几个 我喜欢的这个一些方法去练习 那就这样子练着练着 我发现我心中的那一股委屈压力 还有就是那种怨恨 好像一天一天比一天还释放了 那就这样子 到了第七天的时候 这本书有说 有缘缘第七天 你就会有一些 就是一些改变这样子 那我真的到第七天的时候 就收到第一份礼物 就是有一天 就是那一天 有一通电话打进来 那一通电话就是我的先生打进来的 然后他 我的先生他就跟我说 叫我不用担心未来 未来他愿意跟我 洗手走下去 那就是每个月会给我一些 一些生活费 让我好好的安心养病 那当时的那一份工作 副业 他叫我也不要做了 他来弄这样子 那于是 我就当下真的是 下巴快要掉下来了 因为那是我那五六年来 我工作在怎么辛苦 在怎么累 我拜托他帮我 他就是不帮我 那也不会有得到他任何的认同 那居然是这样子在练习 这样的一个心法之后 居然有这样的一个礼物 那于是呢 我就对这本书非常的好奇 我就上网去搜寻了这本书的相关资讯 那在当时呢 这个官网资讯是比较少的 于是我就有把这样的念想 跟我的先生说 那我先生就有跟他的同事说 那陈代大哥他就有说 在心盈离我婆家 大概两三分钟的路程 就有一个读书会了 非常欢迎我回到心盈养病的时候 可以就进来做一个学习 那于是呢 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本书真的非常的棒 我就自己上了金石堂去买了 十本书要来送给我当时认识的一些乳腺癌的朋友 那后来呢 回到了这个心盈 这个去养病的时候 进入到这个读书会去学习 那学习之后我才发现说 原来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种种的这个小确幸 并不是巧合 而是这一本书就是天地的爱 已经在我身上在做运转了 于是我就更加的喜欢这本书 更加的喜欢在读书会里面做学习 那也因为这个主持人他有导读到说 这本书他可以透过蜘蛛人柱天柱 来帮助自己解决自己人生各项的主题 那我对于这个蜘蛛方面就有更加的兴趣 因为以往在那五六年来 其实晚心只要有任何的 就是说不顺或者是任何的卡关 我都会拜托我的同事 他妈妈就是也是公庙 拜托他帮我处理一些事情 那每次就是大概两三万三四万的金子钱这样花 大家前前后那五六年来也花了三四十万 可是呢就是只有几天的一个好过 接下来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那于是呢我就更加的就是喜欢超级生命码这个系统 只要有导师的课程或者只要有读书会 我都会去做一个学习 那也在那时候进入两三个月之后 知道有超级健康密码这本书 那于是呢也在练习这个超级健康密码 里面的一个心法 那就这样子 这几天来的学习 那晚心在这个健康方面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 医生那时候就跟我说 我本来是要从每个礼拜的回诊 到后来每两三个礼拜 每个月每两三个月 每半年每一年 直到去年的三月是晚心回诊第四年 那医生就有非常恭喜晚心 就是说你的健康状态越来越好 已经从这个不健康恢复到亚健康 恢复到健康状态了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那自己的妈妈跟妹妹 也跟着晚心进来 超级健康密码学习了 那后来呢 不仅在健康方面 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在婆媳之间 这个也有很好的改善 以前我只要想要回到婆家 就有一股莫名的压力 极度的不愿意跟不想 或者是甚至就会莫名火就会上来 可是现在呢 就是说要回婆家 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 是心情非常的愉快 或者是说非常的 就是很平顺的这样 那在夫妻之间呢 我就发现说 现在的先生 好像也换了一个先生 对自己真的就是宠爱有加 很多事情也都会顺着晚心 然后甚至晚心 有一些超马的活动 他也都会帮着晚心这样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 晚心在自己的小孩子方面 也有获得这个天地的厚爱哦 晚心的这个小孩啊 其实在去年11月的时候 那时候有国中 就是说有国中奖学金的招生 那时候晚心的儿子啊 就是去考了30个学校 其中就有一个学校 他的这个批压值 非常的好 考到了93 那意思就是说 100个人里面 他赢过了93位 那学校愿意 就是说希望他来就读 愿意给每学期 这个2万块的这个奖学金 来提供给他 那6个学期就会有12万 于是呢 自己的儿子 在这个生活中的这个 这个选校部分啊 也已经早早就落定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也非常感恩于运资长 在去年的5月 有推动这个太阳里面转运法 那晚心呢 那时候就也跟着在推动 那也非常感恩宇宙天体 的厚爱 送给晚心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工作 就在那时候呢 晚心就找到了一份 就是靠着太阳空空吃饭的 这个太阳能产业 绿能产业 那在进入这个公司之后啊 其实呢 也一路上 真的是贵人显现 难痹有解 别人买不到的原物料 我都可以顺利买到 甚至可以买到 比别人更低的 那后来呢 也在今年的1月的时候 公司的老婆 早晚先去谈 他说 一般新人 不到一年是不能被加薪的 那也非常感恩 就是我这几个月 为公司的一个努力 跟一个 这个争取 单公司 省下不少钱 那公司帮我调了 全公司 职院里面最高幅度的一个加薪 那也在青年的1月的时候 公司的这个尾摇 本来新人就只有一包新人奖 那也不知道为什么 晚先就是连续被主持人抽中 前前后后抽中的 几乎有六七个红包之多 那金额呢 就有从两千块到六千块 到一万块到一万二不等 前前后后加起来 大概有好几万 那这一切的一切呢 真的非常感恩导师 创办了超级生命密码 让我们更多的 这个善良有缘人 有机会借着超级生命的这个系统 来改变自己的 这个人生的这个各项的主题 那也非常感恩宇宙天地 对这个善良有缘人的 这一切的这个 卢法师修德人 的一切的厚爱 那这是晚新这几年来的一个 心路历程的一个分享 那也非常感恩大家的聆听 最后也祝福大家 这个喜迎人生福音们 好谢谢大家 也谢谢主持人 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谢谢大家 好感恩晚新 真的很精彩的分享 恭喜晚新 身体真的透过自己的 实修实练实证 也是透过自己的自助 人助 天助 身体的健康 获得很大的改善 那我们常常会说 在我们的人间 我们都会买保险 每个人我相信 都会说去买保险 那天地间的保险是什么 就是多累积德资粮 为自己买保险 若天地要帮你 也必须要审视 你的德资粮库 是不是有具足 若是德资粮库不具足 那做再多的心法 也不会有效益 所以当我们德资粮充沛 的时候天地就会帮我们拨转 确实视线在人世间 真的每个人都是礼物讲不完 呢